就是直接就收到了 那个法院的执行扣行的通知 那我有去追查为什么 结果这个原因呢 是因为我爸爸是 这一个企业贷款的债务人 但是我抛弃继承 应该没有我的事了 可是保仁是我妈妈 那保仁走了 我是保仁的继承人 但当时我未成年 所以我没有抛弃继承 于是就是到我身上 那个时候本金三千七百多万 滚到我知道的时候 其实已经五千多万 所以我抛弃继承之后 过了好几年 这个金额多吗 律师打电话给我 叶生仙 你知不知道你爸爸 你爸爸过世了 你爸爸有一块地 现在是高铁预定地 高铁预定地 在云林 要征收 我说我不知道 说你不知道你有地吗 你爸爸有两块地 那个律师在跟我讲 你知不知道那两块地卖掉 你还有剩 还完债都还有剩 还有剩